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已经完成的循环内部 再嵌入一个小的循环 由这个小的循环 单独处理一下 每次循环的这个行中 每一个列的星星显示 好 目的明确之后 在我们开始动手之前 同学们 老师啊 先要把21行代码做一个调整 让同学们进一步强化一下 在外面这个大的循环过程中 肉这个变量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那现在老师啊 先把这个星星删掉 写一个D 然后呢 跟上一个百分号D 再跟上一个行 现在老师把光标挪动到末尾 增加一个百分号 再跟上肉这个变量 好 现在ShiftF值走 哎 同学们看 在控制台输出了第一行到第五行 对吧 这就意味着 在整个循环过程中 肉这个变量 是从1开始 依次递增 增加到5之后 整个循环结束 对吧 好 现在肉这个变量的变化情况 老师强化之后啊 紧接着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小的循环上 现在老师问大家 同学们 要开始一个循环 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哎 非常好 第一步应该定义一个技术器变量 对吧 而在进一台我们要演练的 是不是主要是针对列来进行循环的 因此呢我们就定义一个列的技术器 当列的技术器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就针对列开始循环 好 两个步骤写完之后 我们就先来定义一个列的技术器 老师首先写一个COL等于1 同学们在我们开发程序的时候 如果要想定义行的变量 通常会起个名字叫做肉 而如果要定义列的变量 通常会起个名字叫做COL COL呢是英文单词column的缩写 是专门在程序中表示列的 好 现在一个列的变量准备完成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循环了 要开始循环 首先输入while这个关键字 然后写上循环的条件 对吧 老师呢先把列的变量放在这里 哎 现在关键时刻到了 同学们 这个循环的条件应该怎么指定啊 哎 为了方便同学们思考 老师呢 在上方增加一个多行注释 现在老师写一下 12345 表示五个行号 那现在同学们思考一下 在第一行的时候 我们这个列的循环需要循环几次 哎 是不是只需要循环一次 因为第一行只需要输出一个星星 对吧 那第二行需要循环几次呢 哎 第二行需要循环两次 因为我们在第二行需要输出两个星星 对吧 那一次递增 第三行需要循环三次 第四行需要循环四次 第五行循环五次 哎 同学们 经过老师这个多行注释的提示 我们现在下面的while条件应该怎么写 哎 非常好 我们让列这个变量啊 小于等于肉这个变量 也就是在每一次循环过程中 行号不同 我们让列的循环次数也不同 对吧 那现在循环的条件写完 老师呢 就在这个小的循环内部 再使用print函数 先把列数做一个输出 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列数能否正常的变化 现在老师写一对引号 然后在引号的内部敲一个百分号d 紧接着在后面跟上一个百分号column 好 现在列号写完之后 同学们千万不要忘记啊 在循环内部 我们需要针对循环的计数器做一个加一 对吧 否则会出现此循环 那现在老师就写一个column 加等于一 好 代码调整完成 现在老师是不是只是增加了一个小的循环 对吧 那为了方便大家阅读代码啊 老师呢 就把刚刚添加的多行注释折叠一下 哎 现在column等于一 紧接着一个while小循环来处理列数 现在让老师按一下save的f10 走 哎 同学们看控制台输出了 我们现在先滚到最上面 大家看 第一行前面 输出了一个1 表示第一行的大循环中 我们只需要循环一次 对吧 第二行的输出上方 输出个12 表示在第二行处理的时候 我们需要循环两次 哎 一次类推 第三行循环三次 第四行循环四次 第五行循环五次 哎 同学们发现没有 增加了一个小的循环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每一次行的循环内部 针对行数不同 再循环指定的次数 对吧 那现在再让我们看一下需求 明确一下我们终极开发目标 大家看啊 第一行输出一个星星 第二行输出两个星星 第三行输出三个星星 同学们 想要实现每一行输出不同个数的星星 应该怎么做啊 哎 有东西说老师 so ez呀 把33行的输出 换成星星就可以了 来 让我们说做就做 老师呢 先把33行做一个注释 然后在下方 使用print的这个函数 输出一个星星 好 代码调整完了 我们现在shift的f10走 哎 同学们看控制台又输出了 我们看第五行上方输出了五个星星 对吧 第四行上方呢 哎 输出了四个星星 但是但是但是同学们 这些星星是不是每个星号都独自占有一行 怎么样能够让星星连在一起呢 哎 有同学说 so ez呀 我们只需要找到print的这个函数 加一个逗号 然后指定一下print的函数末尾 不要自动帮我们加换行 我们只需要增加一对引号就可以 对吧 那调整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shift的f10走 哎 同学们看 现在输出的结果 是不是一个星星 后面显示第一行 两个星星 后面显示第二行 哎 离我们的中级目标 已经非常近了 对吧 那最后我们应该做什么 哎 最后我们只需要把刚刚确认肉这个变量 这行代码注释上 然后呢 增加一个print函数 输出一对引号 同学们注意啊 这行代码非常关键 老师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正确的输出结果 来 走 大家看 控制台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终极目标打印出来 但是如果老师把第39行代码注释上 大家再观察一下程序的执行效果 现在老师注释了 来shift的f10走 哎 同学们看 控制台只输出了一排小星星 为什么 哎 非常好 因为在使用print函数做输出的时候 一旦指定了end print函数还会自动换行吗 就不会自动换行了 而老师刚刚在39行加的这个print引号 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在一行星星输出完成之后 在星星的末尾增加一个换行 对吧 因为之前老师讲过 如果不指定end print函数执行完成之后 就会自动在末尾增加一个换行 因此老师啊 在这里增加一个注释啊 这行代码的目的 就是在一行星星输出完成之后 添加换行 所以呢 同学们在课下练习的时候 这一行代码千万不要忘记了 来 让我们shift的f10再确认一下 走 哎 同学们看 现在循环嵌套打印小星星的案例 是不是全部做完了 那记得让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整个开发过程 你们看啊 我们整个开发过程 什么分了两步 第一步呢 先使用一个大的循环 对每一行的输出 进行了一个简单处理 当每一行输出实现之后 我们先分析了一下需求 确认了一下 每一行要打印的星星个数 就是跟当前的行数是一致的 那经过分析之后 我们明确了需要在这个大的循环内部 嵌入一个小的循环 由这个小的循环 专门来负责 每一行中每一列星星的显示 对吧 为了增加这个小的循环 我们首先呢 定义了一个列的变量 这个列的变量 同样是从一开始 并且分析了一下 列循环的条件 每一列要循环的次数 就是我们当前的行数 第一行只需要循环一次 第二行只需要循环两次 第三行只需要循环三次 依次类推 当小循环的条件指令之后 我们首先呢 输出了一下列数 确认了一下 在小循环内部 能否按照我们希望的次数 进行循环 当输出次数确认之后 我们只需要使用一个print星星 并且利用and指令一下 print栏数输出完成 不要帮我们添加换行 是不是就可以了 并且啊 整个演练过程中 要想达到最终极的目的 第四行这个print引号 能够省略吗 哎 不能省略 因为这一行代码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一行星星输出完成之后 在末尾添加换行的 好 讲到这里一个完整的使用循环键套 打印小星星的案例就做完了 现在老师暂停一下视频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